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要让民众有感 财经税制司法如何改革 转型正义如何正义又不粗暴 林权的挑战还有能不能正通人和 蓝绿会不会陷入恶斗 尤其绿营立委拒绝质询张善政 这会不会又种下双方的心结 另外国民党青年军状况不断 党内传出要废除的声浪 到底青年军出了什么问题 相关一体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世伟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自身媒体人钟年晃 钟江好 大家好 好 先来看准总统蔡英文宣布由林权组合的同一时间 民进党立委姚文志正好在立法院总直询 整整15分钟的时间都不让行政院长张善政上背巡台 背批无礼 来看VCR 明明轮到立委姚文志的总资讯时间 不过他却要行政院长张善政休息一下 接着开始一段台语独角戏 讲到麦克风都消音才罢休 15分钟直询时间 姚文志说好说满 从头到尾都没让张善政上背巡台 IP太无礼了吧 呼吁520政权交接前停止总直询 其实新国会2月1号上任后 就有立委提出停止总直询的建议 不过因为国民党反对而作罢 秦皇不揭时期 别说民进党觉得施政空转 国民党立委也有同感 我想会提前释出比预期的4月份还要早 最主要我想他就是希望 新的那个能够早点就定位 可以来进行交接 那表示他们有这样的迫切性 民众建议说我们应该收线 把这个总统的任期呢 提前到跟立法委员一致 这样子就不会造成这样一个尴尬期 那国家的一个动荡 点出现行宪政体制问题 卢秀燕提议既然朝夜有共识 加速政府总统与政权交接条例立法 那何不干脆修宪 别再让立委直询 好尴尬 好我们看到姚文志15分钟的时间呢 拒绝张善政直询来请教委员 到底有没有刁难啦 或说失利 还是说是一个擦枪走火的情况 毕竟这个交接期过长 这国人大家都知道嘛 有需要再去凸显吗 会不会破坏朝野和谐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刁难跟失利 就是制度设计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制度设计 刚好昨天姚委员的这个质询 凸显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辛格已经呼之欲出了 然后这个再讲一些政策也没有意义 不过问题在于什么 不管这个小英昨天有没有宣布 这个临权阻隔 反正张善政都是做到519嘛 是 并不因为人选而有所不同 只是因为人选出来 把这个问题再亮在阳光下 让大家再注目一次而已 是 话说回来这个简单的说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有人建议刚刚的我们VCR看到了 有人建议说 那干脆就不要总咨询了 不要审法案 那不要总咨询不要审法案 那立委出去就变成要骂死了 对 不然这段时间要做什么 对啊 那不要总咨询 对啊 就立委就 那你那他讲说 那立委干嘛领薪水 是 那理事员又推他说 因为我们2月1号就职 那干嘛2月1号就职 那干嘛不跟总统一起 那所以说 那这个就签到修宪问题 对 问题存在在哪儿 只不过2008年 2000年两次的政党轮替 并没有凸显到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是分开的 是 既然分开 总统3月20几号选 然后4月中产生新的隔魁 4月中产生新的隔魁 产生新的隔魁 那距离520就很近了 所以大家比较不会有那个汉格的感觉 那可是问题是因为如果总统跟立委分开选的话 这个行政院又要总辞两次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 多办一次选举 国家多花将近十几亿 那所以说 这个问题现实面考量是合在一起比较好 那制度面考量 两个人任期又没有办法调在一起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最休闲 不过我觉得其实 因为张院长 我说真的 他民调高 EQ也高了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表现 那刚好配合整个大环境 一些争议性的法案都不上台面 那个所谓服貌或这些东西都不上台面 所以张院长就避免成为火线上冲突的焦点 也造就了他一个好好先生的形象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制度面虽然 现在已经下一次碰到 可能是四年八年后的行情 可是不解决不处理还是不行 就跟总统交接条例一样 你四年才有七次交接 或八年才有一次交接 可是你过去的四年 过去的八年不处理 那现在就把这个问题 一直疑惑到现在 是 不过的确因为这个状况 其实之前大家也就知道了嘛 当初在决定1月16号要投票 选出总统跟立委 其实后续的情形 大家也都预知 来请教士维哥 只是说目前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是看守嘛 其实蓝绿之前也有默契嘛 就是已经是看守了 也就不必有太过 比如说太过这个激情的一些质询演出 那只是说昨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留下蓝绿的这个秀美本 其实姚文智委员他的一个质询动作 他希望让张善政院长坐在位置上面 凸显说昨天蔡英文主席宣布 520之后的一个隔魁是由林权来做接任 我相信这是立法委员他的一个职权 他今天如果讲说 我质询的时候 我要戴着一个白口罩 然后我站在那边 然后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讲 那也是他的权利 曾经也发生过 这曾经也发生过 院长你不要给我回去 但是我就不讲 就让你赞出15分钟 这个曾经也发生过 那我相信不止中央的这一个院会 或者是地方的议会 我觉得这个民意代表 所赋予他的一个咨询权 他要怎么样子能够去凸显 他希望能够让媒体或人民知道的一个事项 这是他的权利 但是你今天讲说 会不会说把这个张善政委员冷落在那边 事实上刚刚韦哲委员也说 他就做到五月十九 他520就换蔡英文主席上任 就换林权接手 那我觉得你说张善政委员 他反而坐在那边 你不是叫他发生了 张善政院长他坐在那边 你不是叫他发生了 我会觉得说 我讲坦白的 如果说站在这个观点角度来讲 我真的绕得轻松 但是回归来我们卢确院委员所说的 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讲说 1月16号投完票 然后520就职 这一个空窗期那么久 之前我也表达过 如果大家会觉得讲说 这么久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 大家朝野有共识 那你把它修盛 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人讲 那如果万一 我们国会有这个倒阁的问题 那国会要解散 那你又重来一次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讲说 这一个四个月 四个多月的一个空窗期 会觉得讲说 蛮长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1月16号投票出来了 然后是蔡英文主席当选 然后到了3月15号 他才宣布 这个隔魁的人选 那我们觉得讲说 两个月让他来宣布 这个院长的人选 那从昨天开始 那林权院长会寻 这个各部会的一个行政所长 或者是国营企业的 这些相关的一个人员 我觉得两个月也 也蛮充裕的啦 所以说你有时候 你往那一个地方看的话 或许会觉得感觉到讲说 有这个国会空窗期 或者是行政院 他的一个政务 他会不会接续 那如果说以这一个交接的一个角度 让他去寻觅人才的话 那我会觉得讲说 时间也蛮充裕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希望说 怎么样子能够 制定的一个惯例 或者是制度化 法制化 把它做起来 但是我们也同意 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认知 能够要把这一个 空窗期都给他缩短的话 是朝野共识 那你要从修宪 毕竟国会讨阁 或者是说国会解散 或者是说国会讨阁 这个事情 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生过 那你说以后会不会 常常发生 或者是 也很难说 事事难掉 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希望朝野能够和谐 就宪政体制 那么大家都应该要互相尊重 我想请到美美姐 只是说昨天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突发状况 算不算刁难 但如果说姚文志 他要凸显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民进党在上台之后 可能也是要认真考虑 你要修宪楼 我先讲 我想这也不算什么刁难 因为如果真的是刁难的话 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发言 也不会说 确实就是 委员可以行使权力 那你说破坏朝野和谐 我觉得也不至于 因为坦白讲 当民进党要来通过 要来关于党产条例的时候 你看国民党讲的话 还不够难听 讲什么 追杀 政治清算 斗争 对不对 然后还有包括委员会的时候 黄昭顺 把他掉头就走吗 这不是更破坏朝野和谐吗 所以我不觉得说姚文志委员 他这样的做为事 会破坏朝野和谐或怎么样子 那我想他就是要凸显一个 确实我觉得我们台湾 老实说这个空窗期 真的太长了 你放租世界各国 我请问 有人比台湾更长的吗 我真是太厉害了 多谢国家 没有的 有些短则十几天就交接了 有些最长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那我们之前 如果不是说马政府 这两次都硬要把他合并在一起选举 其实也是两个月 也是差不多了 因此就说 怎么样子来避免这个交接时间过长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确实是需要来考虑的 不过我也坦白讲 修宪非常困难 现在 特别是这个 他不仅是在国会 他还要公民复决 那如果说不启动修宪的程序 有没有办法缩短空窗期 有没有办法从选办法 还是从哪边走着手 我觉得这是朝野要来认真思考的 不过这个 大家每次都说修宪困难重重 只是说如果有这个高度民意的支持之下 或许修宪是一个考虑的这个方向 我想请教您 王康哥 只是说因为大家每次都在讲 台湾有面临很多的问题 包括这次交接期过长问题 如何把它拉短 好像只能修宪来这个解决 那再来就说 其实我们如果说要批评 这个姚文芝是不是可能有 这个失礼的情况 那其实真应该批的 其实今天媒体也有批漏 马总统出访中南美洲 他的援助计划 要小英继续买单 如果这样的情况是这样 是不是其实也应该 在修宪的层面 你要去考虑 那总统在看守其交接期的过程当中 那你的职权 是不是可能要稍微线索一下下呢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 姚文芝昨天这样做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的确他凸显了一个 交接期过长 而现在国会在进行施政总执询 这样一个非常荒谬的宪政乱象 因为你现在执询 说实在也没什么好问的 因为这个院长承诺什么都没用 保先期只到520 520之后就换人了 其实我觉得姚文芝昨天 其实大可放弃执询就好了 也不需要这样 当然立法委员 他可能抓住每一个时间 希望能够有所表现 那刚刚仲江特别提到 就说整个凸显这个宪政体制的问题 的确 台湾目前修宪的门槛是超级高 大概是中华民国行线以来最高的 因为以前只要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只要政党 大概主要政党 有共识 大概基本上就推得动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修宪多一个公投复决 那主要政党他可以出立法院 但是不见得能影响所有的公民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修宪难度之高 所以我向来的主张是这样子 如果真要修宪 大家有共识要修宪 就必其功于一意 比如说哪一些呢 把立法委员的阴选席次跟选制 从宪法里面拿掉 因为台湾社会不断在改变 你把立法委员的阴选席次跟选制 绑死在宪法里面 那几乎就动弹不得了 这个应该拿掉 另外以法律规定之就好 还有一个修宪的门槛真的要调整 你不能搞成这种超级高的门槛 那个会让台湾以后 因为现在国际情势变化很快 你会让整个宪政体制过于僵化 美国是一个柔性宪法的国家 美国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动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有机会修宪 但因为我们台湾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旁边有个中国 每次一提到修宪 感觉好像就会碰到统独这样 对其实现在我想 现在大概国民党民进党 大概如果修宪说唯一的共识 大概最大共识大概是第一张宪法总纲 大概基本上暂时不会去动它 那我想这个最麻烦的问题 已经处理掉了 那至于宗江提到说 总统去马英九去瓜地马拉 讲那些有的没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一笑国际的 因为第一 你知道瓜地马拉总统也知道 你的任期就剩两个月又三天 你现在跟我承诺什么 如果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是瓜地马拉总统 你真会相信吗 我不认为瓜地马拉总统这么笨 这么天真 他不会相信嘛 他还没有跟新总统见过面 也完全不了解 到底这个计划能不能过去承识 对那你现在答应提供我多少援助 不管先不管金额是多少 那我想瓜地马拉总统心里都在想说 你现在是你骗孩子的吗 还是你给他赠笑的 那他大概就国际场合 他当然笑笑 非常欢迎 非常感谢 一定是这样子讲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很丢脸的地方 第二个很丢脸的地方是 你去中美洲会议演讲 然后记者在问你说 你的这个 等于是你为你自己打成绩 那你去老王卖瓜 你去讲自己做了多好 也就算了 你干嘛给下任总统下指导期 对 我觉得这非常失礼 世界上没有一个总统 在即将卸任的总统 会告诉下一任总统 你该怎么做 对 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前级任总统有这样子吗 没有啊 就算有经验传承 也是两个人关起门来 私底下大家聊天 然后新的总统基于礼貌 或基于说一些实际上的需要 去跟旧的总统请议说 这个事情你碰到你以前怎么处理 可不可以有经验分享 私下讲我觉得OK 可是你公开拿出来讲 马英九你是因为做得不好 所以国民党才输 结果你要蔡英文 把你做得不好全部学过去 你是怎样 要四年后蔡英文就选不上吗 所以我觉得 不要做这种很丢脸的事情 另外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我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一般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 他去代替蔡英文 邀请瓜地马拉总统 来参加蔡英文的就职典礼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520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的邀请函 上面印的邀请人是蔡英文 跟陈建仁 应该是由新政府发出 不是马英九跟吴敦义 你连主人都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邀请客人 你是怎样 520不想交接吗 你520那一天 那一场就职典礼 你连主人都不是 你今天说好 礼貌性的邀请可以 可以由外交部 外交部他先透过外交管道 私下先探寻瓜地马拉外交部 说我们有意邀请贵国总统 来参加我们的就职典礼 时间上能不能刚好 对 结果都没有 我相信其实以外交部的专业程度 如果是一个够专业的外交单位 现在应该都已经作业了 也不饶马英九去那边讲了 可是你去讲这个话 我觉得真的很丢脸 亏你还是读哈佛的博士 还说喝过洋墨水 一点国际观都没有 是的确 其实我们一般就说 马总统一向是最尊重宪法的 他有一些都依法行政要尊重宪法 那只是说 为什么到这个后期 马总统感觉上怎么好像 的确在许多事情上 好像去把这个蔡英文去限缩 去匡限 他以后可能要怎么做 来 美美姐你怎么看 马英九总统嘴巴都说 依法行政他尊重宪法吗 我就讲一个 大法官会议解释 有没有叫他要还那个 他当台北市长 对 健保费 他有没有 没有 到最后是他当了总统 中央政府边预算 来帮他解套 这算什么 那事实上他的法是什么 我觉得马英九先生可能 比较尊重是自己的想法 那个法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 其实到今天他还是那个 仅仅要抓住权力的这个颅尾 到最后一刻 那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不是还在是彰显自己 我还是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就算是五日经兆 我在我的字典里头 没有看守期 这三个字 所以他做了一些其实 我们来讲民主国家 稍有一点这个知识的人 根本不会做的事情 但他就是做了 而且不只瓜地马 我不曉得接下来 他还有几个 因为他出国前 他得意洋洋就说 他要帮蔡英文 来邀请总统元首们来管理 好像他给蔡英文 这个我们的准总统 一个宜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马英九总统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要定 这个职权交接条例 乃至于要这个缩短 看守期 真的非常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这不是为了民进党一个来定 而是说政党轮替将来很可能是常态 你就是必须要让他制度化 有所限缩 有所节制 有所依循 否则我觉得在从马英九总统身上 我告诉你 邀人有失国际礼仪 正好就是让自己的这个一笑大放 但是我更害怕的是 万一他答应了一些 这个天价式的援助 那我问你下一任总统要不要买单 那你会不会你不买单又说这是国际信用的问题 甚至于你去签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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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定啊 协议啊等等之类的 你真的会害怕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法律依序 那我觉得马英九总统的作为 正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口口声声说 这个依法行政的所谓的法律人 法律人总统 但是基本上他用他的权力 他个人的意志 凌驾在普遍的法律的规范之上 那也凸显的没有交接条例 看守期太长 这个荒谬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是的确可能在这个 未来的这个修法呢 可能要把这个职务交接条例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 那只是说可能有人会去形容 这个马总统就像落日余晖 可能会稍嫌这个刺眼一点 可能民众还是要稍微忍受一下 当然我想请教委员就说 现在啦 因为当然就说蔡总统即将上任 那么林内阁也即将上任了 那么可能外界会在描述这两个人 可能学者性格稍微浓厚 那只是说蔡林两个人的学者性格 跟马总统的学者治国 有什么样的不同 再来就是说那林内阁林权 她的棋手师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简单的说 其实蔡英文 如果你说的是2006年 2007年的蔡英文 我们真的觉得时候 她的学者性格是比较强的 或是说或是士大夫的性格 那经过民进党败选的淬炼 然后经过这几年代的民进党 我觉得其实她现在的蔡英文 不要说比起2007年 2008 比起2012年的蔡英文 我觉得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努力 除了专业上 她更能够把自己的整体的幕僚 能够组织得起来之外 她在跟一般民众的接触 我觉得其实 比较不会 就不会那么拘谨 那最重要是她不会觉得 自己那种高高在上 马总统被人家觉得说 那种有点跟民众不接近 即使她做了一大堆 什么long stay 怎样 都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原因 再举一个例子再讲 我不是来了吗 你叫我来 要不然你要我怎么办 是不是 然后她鞠躬 就鞠躬十秒钟再讲 所以让人家觉得 太假了 那所以说 我觉得其实经过 我相信经过这八年 尤其88风灾 那个时候 我不是来了吗 这个到现在吗 总统自己也应该有一些改变 不过 改变的是表面还是 还是内心 我相信这个其实大家再去评论 那蔡英文的改变的是内心 第二个 她找了林权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必在这里 去替林权吹捧什么 因为她觉得 我觉得其实她就是她自己 她就是非常强势的 非常这个有专业的 因为她用专业说服你 不用不必用那种 那种说 那个委员啊 我来跟你说 她用专业说服你 我们提出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经验是什么 尤其她有很深的执政经验 所以她才会被人家认为说是 是唯一加税而不用下台的 这个财政部长 为什么加税也不用下台 因为加了税 朝野都说都认同嘛 连国民党 我刚刚我记得上次在 在节目中也提到 所以连国民党的 在立法院多数 的委员们也觉得说 加这个最低税付 这是应该 要不然 就付税公平就大打折扣 所以我觉得其实 马总统也加过税 大家记不记得 奢侈税 奢侈税加 开征奢侈税 朝野都叫好 可是问题那个时候 是国民党在立法院 是多数 民党是少数 就算民党反对 一加下去表决起来 也是过 可是林权的时候不一样 民党是少数 一直少数 可是他的主张 得到多数党 而且得到民意的支持 这点是 我觉得是更胜一筹 最后我觉得其实 林权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他的起手势 在于 现在其实内外交相破 内部的这个内外 内部当然是没有人挑战林权 只是所谓内外是内政外交 内部的经济 跟这个外在的国际局势 是很严峻的 所以说林权上来 他可以说是千头万绪 你要先动年金的话 内部人 这个国内的国人先 阶级之间 这个族群之间 甚至于这个不同的职业别之间 大家都先 你先人让多少 你年纪要 你军工教要扫领多少 你要说你农民要扫领多少 你这个 所以说国内就有一段时间的动荡 所以说小英才要用这个 这个国事论坛 因为这种东西 不完全是讲道理 这种东西是感受的 我觉得我被剥夺的 我觉得我领的少 我觉得我贡献不比你小 这就产生冲突 所以他要从这里先着手 还是从长照 长照到底是保险制 还是要增加税负 增加税负又有人要跳起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林权而言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 你既要除弊 又要心力 又要让老百姓感觉 过了几个月 好像日子感觉比较好一点 心情也好一点 像柯P 柯P到现在已经一年多 大家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充效动路 公车专用道 一上来就展现政府的魄力 过去两任市长做不到的 而且是举手 不要说举手之劳 是很快的 三更半一拆 第二天就路面都恢复平整 拆北门也是这样子 北门的那个中小桥 执行力魄力非常重要 可以让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林权 以林权的魄力 跟林权的决断力 执行力应该是没问题 来 请教世伟哥 你怎么看林权接任新格 当然这两天国民党有些批评 包括是不是扁朝官员 班师回朝 或说内阁成员 从这个传闻当中 看起来好像没有亮点 那只是说 国民党对于林权 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也就是国民党 有没有做好 这个在野党的一个角色 还说只是一个 膝盖式的反射 膝盖式的批评呢 事实上昨天我就在讲 我们国民党 现在是一个准在野党 民进党是准执政党 那你说蔡英文主席 昨天宣布了林权部长 来接任这一个 这个新的隔魁 我相信我们当然 首先我要表达祝福 免得让人家讲说 你蓝银好酸 但是你说今天 有蓝银的人是讲说 没有了无心意 全部都是扁政府的团队 我昨天跟韦哲委员 同来的时候我也讲 假设如果说扁政府 如果让各个委员都讲说 他也是有优势的 他也是有优点 也是有成绩的 那大家也不用care 人家讲说 他是扁政府的团队 那我也另类的一个 扁政府的团队 我另类的解读 我另类的解读 蔡英文主席 他所要求的 他不就是什么 专业跟经验吗 对 如果有扁政府的一个团队 我们台湾才三次 第三次要是党人第二次 那你大部分民进党 有能力的 或者是有学士的 大部分也都是在 扁政府团队呆过 因为就那么一次 蔡英文 蔡英文未来的总统 他也是扁政府的议员 那今天选举 毛成国当初也是扁政府 成败论输赢 但是我会觉得讲说 大家也不用把这个太care 你说蓝营会讲 也无外乎是在提醒绿营的人 这一些你过去 扁政府团队 有好 当然也有坏 如果假设你能够记取教训 把这个坏的 不要让它出现 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是正面的看见 你说林权 刚刚我也要回应一下委员讲的 你说林权 他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他的一个最低税负 得到我们国民党的认同 你看到国民党多么理性 那时候如果要求最低税负 如果说要能够有 那个齐楼市的平等的话 国民党也是支持的 但是话讲回来 你说针对于之前 我们在讲说 这个证所税的一个议题 不要忘记 林权版本是要多加一%的 那后来 现在他要上任 他也知道说 当时最低税负 得到大家的肯定 可是这个证所税 多加了一%的时候 大家会反弹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他就讲了 如果经济不会好的时候 经济还没好的时候 他不会去考虑到 加税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都是 我们必须要讲 正的负的 我们都去考量 但是我也同样的 我是比较理性 还没做 但是你让他做做看 但是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的 国民党 这个大家都会讲 你包括蓝的要做的时候 绿的也会批评 绿的要做蓝的也会批 但是我是讲说 国民党必须要 更理性的一个看待 怎么样理性的看待 而且要更注意的看待 人家蔡英文 四年前跟四年后 是不一样的 蔡英文跟林权 他本身的一个默契的 一个关系 走了一招 回来还是林权 还是林权 可见 他们也常在讲 死一个眼神 人家林权都知道 讲说蔡英文要做什么 那今天那四年前 他是败选 准备了四年 得到了执政权 我相信能够 让他林权来阻隔 那他能够执行 蔡英文的一个旨意 我相信 这个我们国民党 必须要小心谨慎 是的 来请教美美姐 现在蔡林两个人 如果正式上任之后 当然外界就会看觉得 这两个人是跟民进党 传统政治人物 形象完全不同的 感觉学者性格浓厚 那这样的一个学者性格 跟国民党马政府的 这种学者治国 到底本质上有哪些不同 还是说经过几年的 催念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 林权如果上任之后 过去大家就是说 行政院长是总统的 这个消耗品 真的是大概是八年当中 换了这个超过八任的 行政院长以上 那如果以这个蔡林两个人 的默契而言 那么林权是不是能够 突破以往行政院长的宿命 OK 第一个问题 确实跟马政府 这个执政时代 很喜欢找一些学者来当官 蔡英文跟林权两个 虽然也都学者 这就是不一样 你注意看马英九 喜欢找人 我比如说这样讲 江一华 我一下子来就蛮高的位置 他喜欢找那种 漂亮的学历 撑头的 口才 口条不错的 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看起来就有官皇加深的 比较外在华丽 可是你发现形势大于须之 因为很多的学者是这样子 在学校里头当老师 在学术界也蛮大牌的 所以大家都要听他的 可是实务经验眼高手低 没有实务的经验 甚至于闭门 造居 理论一大堆 要做的时候 实际跟理论落差很大 但蔡英文跟林权两个很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两个是非民进党的 真的是很不民进党 林权根本也不是民进党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质 虽然都是这个名牌大学毕业 然后名牌学校的大教授 可是他们也同样都是聪明 专业 口才 理路清晰 还有敢抵抗老板的压力 敢说不道 很坚持他们的政策 而且有说服能力 沟通能力 就是两个人 基本上面特质非常相似的 那而且都很冷静 那都是比较政策取向的 但是不 就是说他们跟这个马朝最不一样就是 蔡英文有过过去 比如说陆委会主委 然后国安会执委 乃至于国际谈判代表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四年来 他落选以后 他踏遍了台湾的所有的角落 所以接触了产业 接触了民间的各个阶层 等于是说以前人家说他是小龙女古墓派的 他古墓派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 对 而且非常的有了解草根的气息 那林权也是很不一样 就是说他当初受陈水扁的聘任 那担任从台北市政府就做得很好 到中央的财政部长 主席长做得很好 到他卸任的时候 各位大概很难想象得到 民间党政府是收支平衡还有结余的 这里面他的把关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的政策 他坚持的也都能够推动 那这里面就说明他的执行力 政策沟通说服能力很好 最重要的是他卸任之后 你看他历任的是什么 他跑到包括什么先进 这个世界 世界先进 东亚 对 然后核索 然后你再看 他其实横跨了包括金融业 包括制药业 包括半导体 电子通讯业 也就是说他的产业之旅 让他能够从过去的政务官的资历之外 真的丑陆产业界 会从产业的角度去看 所以定出来的政策 我相信是更切合业界的需要 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跟这个马英九用人是最大不同 那也因为他们两位 我可以说都是经过长期的历练跟准备了 再加上有高度的共识的默契 那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说 坦白说了 人在于权力面前是很容易屈膝的 很难去讲职业的 但是林全是很知道怎么跟蔡英文相处 不一样的意见是可以讲出来 然后大家来寻求共识的 所以我就以他们的革命感情 以他们的默契 以他们这长期以来在政策上面 互相的讨论激荡 其实就一个眼神就知道了 那我相信在这样情况之下 蔡英文又是一个心思很细密 又是考虑很仔细的人 他不容易出牌 但出牌以后 他的稳定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跟陈水扁跟马英九很不同的 那加上他跟林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 当然要以未来的实际的发展来过验证 但是我现在预言 我认为他一定可以打破 过去陈水扁 马英九 隔魁 走马 都是很快就下任的宿命 虽然未来挑战是很坚强的 是的确 尽管是学者出身 但是有实物经验 那么相信成果也会不一样 当然外界也在高度期待 国民党本身内部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包括青年军 今天又被媒体披露 好像是状况不断 到底情况如何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主席选举 黄敏惠昨天拜会 台北市的眷村户 前立委罗书雷 提他站台拉票 来看VCR 动算生不绝于耳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黄敏惠一早 就来到台北市眷村取拉票 抢攻升兰票意味浓厚 其实这个场子还是前立委罗书雷 特别帮黄敏惠举办的 我很爱国民党 我不忍心看国民党 就这样势风武裂 昏崩离析 所以我要站出来支持我们黄敏惠 当然对不起我们另外一位候选人 他在立法院二十几年 为什么没有立委站出来停他 有人说黄乌兴是不会支持我们黄敏惠 我说没有 黄乌兴是最爱国民党的 他们知道说选谁才是对国民党最好的 我们的选举让大家很为难 我们不能走偏激 一直国民党就是这样的温和 我们走中道的路线 这一条路线就是大家所认同的 大家主张世代交替 四个候选人当中黄敏惠最年轻 我们看到国民党主席目前还在竞选期间 也就是说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 那么从败选之后似乎问题重生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周刊也这个报导大篇幅 就是国民党人要呛废青年团 因为从之前青年团成员李正浩 爆出桃色影片之后 那么又有爆三起的假账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青年的成员 为什么感觉上是问题这么多 到底党内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请到年晃兄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因为周刊报导李正浩还有在 就是说个人作风的问题高高在上 感觉上这个青年团 到底有没有青年的理想 还是说只是在里头这个争权夺利呢 以现在国内的政党的形象跟情势来看 基本上我这样说啦 有理想的人不会参加国民党 因为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当初进去的是想说可以进去吃香喝辣吗 是不是吃香喝辣我不确定 我记得民进党前主席林一雄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国民党有一个本事 可以把好人变坏 这是林一雄前主席讲过的 我觉得是这样 爆假账当然该查 就不管一个政党或公司的内部 甚至政府那就更不用讲 那有行者的问题 那只有青年团爆假账吗 为什么针对青年团 我比较好奇是这个部分 为什么只针对青年团 就爆假账不会只存在青年团 对 如果说连青年团都会爆假账 那这些人是跟谁学的 有样学样嘛 对不对 那跟谁学的嘛 那为什么只针对青年团 我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内部斗争 就是有人要斗垮这些人嘛 那你说国民党会不会 需不需要存在青年团 那国民党将来新主席 下礼拜六就选出来了嘛 新主席他可以自己去决定 要不要有青年团 那应该这样讲 要跟青年工作 要对青年工作 或说拉拢年轻人的支持 不一定要有一个专责单位 像民进党好像也没有青年部嘛 对不对 他只有一个专门负责 在文宣部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网路的 那他也没有专责的青年部嘛 只是他里头的干部还是蛮年轻的 对 都很年轻啊 对啊 我去党部看一看 好多一级主管都比我还小 而且小十几岁的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是国民党自己可以去讨论的问题 但是说如果说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选党主席选举当然会有竞争 那另当别人 如果说内部还有在斗争在放话 因为这些消息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外人会知道的 所以说里面的人放出来的嘛 我们外人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又没看过他们的帐 我们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里面的人放出来 那放出来的目的自然就不言可遇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自己面对的一个问题 他必须很诚实的去面对它 那当然也可以说国民党现在群容无首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最近有一点点混乱 有点混乱很多事情它的步调并不一致 它有时候讲这个方向然后隔天又变成180度大转变 这步调很不一致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国民党最终看起来下礼拜六的主席选举应该没有悬念 应该是洪秀柱当选几率相对是很高的 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悬念 那洪秀柱的当选 如果我们当选国民党党主席就跟美国的共和党 最后如果推出川普担任总统候选人是一样 我觉得那都是一场很大的灾难 都会对国民党来讲会是很大的一场灾难 所以不会加速的重生 而是加速的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实我觉得也好 加速走上砍掉重练的极端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代表它可能会更小 那更小就让国民党里面的有志之士 如果还有的话 有志之士就可以改革 或者是说抛开国民党这个包袱 自己出来另立门户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是体制内改革改变国民党这个政党 因为洪秀柱就算当选他任期也到明年七月 其实任期不算太长 那就看国民党的最后的造化 不过仲教我想补充一下刚刚上一段讨论 那个学者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不在学者 在座韦哲两个硕士也算学者吧 美美也是博士也是学者 问题不在学者问题在决策者 就学者当然学有专精才会变成学者 那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可是你这个决策者 你找这个学者来 你是看到他的优点 还是你只看到他的听话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学者 我们不要一杆子把所有的学者都打翻掉了 以后学者都不敢进政府了 好像进政府的学者都变蛋头那种感觉 所以问题在决策者 所以我觉得还是决策者在决策的时候 每个人思考都有盲点 他能不能多看多听 而不是只听一部分或是说一部分少数精英阶层的意见 那自然就会重演马英九过去八年 所造成的这种情况 的确啊 学者不是错 只是说学者的成长环境 跟这个生活环境是不是有接地气 会不会感觉说这个 不知道民间疾苦嘛 对不对 大家一般这样讲 我想请教市委 现在谈到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青年团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感觉上好像是失去理想 没有青年的气息 反而充满了内斗的阴影 那现在说要废 但问题是废就能解决问题吗 还是说要从中改革呢 我想针对讲说周刊报道这一个内容 我们国防院院长他也有讲 只是说他是不是在申请 这一个核销的时候单据不见了 然后就比较轻忽了一点 但是还不至于讲说到 这一个报假账的一个程度 当然啦 这个之前 郑浩他们青年团跟方丈的这一些 的一个爆料 然后一些的一个琐事发生 个人的一个私人行为 我那时候在这个节目我也说 个人的一个行为 那郑浩他现在也是离开这一个工作 或许已经造成国民党的一个形象受损 但是在过完年之后 我们秘书长到了各地 在开这一个 败选检讨的一个会议 当然各地方这一些 地方的一个党员同志 他们也都有建议 包括讲说怎么样培植青年人 然后怎么样子避免讲说像这一种 这个形象有损的事件 整个在发生 你讲说要废 当然有很多 有的很多人讲说地方党部也要裁撤掉 然后要怎么样做缩编 毕竟我们在野党 那有的人讲说像民进党一样 怎么样子怎么样做 很多很多好的一个意见都有 但是未来就如同刚刚年旺兄所说的 下个礼拜 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民事办的这个 电视证件发表会 下个礼拜六 那么各地方党部就会党员有资格的 有党权的就下去投票 那你选出的一个新任的一个党主席 我们把最近这些资料都汇整给新任党主席 他下去做裁决 那你想说现在当主席还没出来的时候 党部的一个脚步有没有比较凌乱 我们跟各位做报告 他没有凌乱 因为所爆发出来 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 那过去的你现在再把它炒出来 我讲说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我们国安院院长 隶属的一个这个直属长官 他也针对青年团这个事项 但是会爆出来 会不会也反映国民党内一个文化的缩影 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进去之后 感觉上是不是看到上面可能也这样做 所以也这么做 所以说重要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成功有他的一个条件 当然失败也有他的一个因素 你每个环节每个环节 到现在败选了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会把所有一件小事情 都会把它放大 大家就来看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去思考 你说青年团不好吗 但是也有好的 你说青年团 那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些社青青工会的 他们也是很出色 他们在选举的期间 也扮演很多这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只是说国民党你未来 你要怎么样跟年轻人在一起 你要怎么样防范这一些 这个有损形象的一个事情在发生 你要怎么样建立一套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制度 我相信这都是我们最近在地方上面 我们跟这一些党员先进同事 我们在讨论 当然不只说年轻的 我们在既有的一个组织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选战 或者是这一个政策的拟定 或者是政见的一个发表 你们要怎样做 我相信这都有很多改进的方面 只是说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某一两个人 就是说一竿子打扮一传人 只是说那青年团 这个因为周刊的报道也说 但是我们引以为见 对 就说想要进青年团 是不是有所谓的 协同的问题 也就是你可能要有个好爸爸 你可能是要正二代 或是说地方什么有利人士 才进得去吗 真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补充一下 没有这一回事 当然你所谓的国民党的一个青年团 这就是过去好像是 那一个知识青年党部的一个意思 就是针对于这一些大学生 他毕业了之后 或者是说他在籍的 然后你从事一些 那个知识青年 他们做的一些事项 那你想说 这个青工的部分 就是针对于社青的部分 那你说青年团真的有不好吗 市委也是第一届青年团 台北县的一个资团长 我敢讲我不是表现得很优秀 但是还中规中矩吧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培育出来也有很多优秀的一个人 总团长是谁 总团长是李毅思 当然你会讲 但是你总团长 我台北县的资团长 我们今天讲坦白的 总是有好有坏 但是不好的地方 人家给你机会 但是你出错了 那出错了 你这个自己爬不起来 但是其他的一个中央党部 这个地方或者是其他 我们也都要因此引以为戒 对不对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变政府团队有不好的 当然他也有好的 所以说大家也能够都去理性看待 但是也不是讲说 这样就是在包或扁 我是觉得讲说 你必须现在沦落为在野 你要怎么做在野监督的角色 你要把这个角色给一定清楚 是来请教委员 你怎么看 现在国民党当然就是说 爆出这么多年轻人的问题 那感觉上好像 民进党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这两边的这个年轻人 是不是养成环境的不同 所以可能造就之后 再出社会 在面对社会的时候 可能这个作风也不太相同 其实我觉得其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进党内部不看血统 看你的民意支持 所以民进党 即便没有所谓的青年团 这样的组织 但是我们对青年的这个关注 是得到广泛的青年人认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蔡英文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 有一说是85对15 对最高的 对不起 朱立伦是85对9 然后宋先生是6 那我觉得其实这点是从青年人这个角度 从选票最反映是最现实 固然民进党曾经有一些基层党工 有出过状况的 不管是犯案或是说纠纷 这些都会有 其实党共的约束 每个人都会 每个政党都有面临相同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要约束自己的党工 约束自己的党工使人 但最重要的 其实坦白讲 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不要变成说 你的出身背景 所以一定要所谓又红又专 是正二代 而且尤其在青年党总团党选举的时候 有弄一些比较 譬如说有一些仪式 或是会选 或是这样子 或是招待 吃饭 喝酒 这一类的 我觉得其实坦白讲 这一类的情依在民进党是比较少的 是的确 其实在这次的立委选举当中 蓝绿都有正二代 但为什么双方的社会形象 会差距这么大呢 美美姐回应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好 周刊今天报 因为国民党青年团 状况不断 所以有人呛的应该要废除 我想请教美美姐 在蓝绿双方 其实都有年轻成员 也各自都有相当优秀的 只是说为什么在 比如说这次的立委选举当中 各自都有正二代的立委当选 那社会的形象上会有差别吗 会 我这样讲好了 在绿营里头 如果说我们单单以正二代来讲 那也蛮多正二代冒出来的 但这些正二代你看 他还是要接受民意的洗礼跟考验 我举个例子来讲 蔡逸宇 他其实上一届就应该当选 还抓到人家会选 结果到最不了了之 抓到三百多个人 对 居然还是 居然没法到嘛 那不管怎么样 他也继续蹲点 那这一次就非常高票来当选 那又或者说 这个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 那么之前其实老实说 在中央党部也历练多年 然后也有在地方上面 跟社团上面也有一些经营 所以基本上其实很多 那谢长廷更不用说了 他的儿子谢维舟 那是从议员开始选了 那在当议员之前你知道吗 他已经当庄瑞雄的助理当很久了 所以说他们是从基层里头 开始慢慢一步一步这样 蹲点上来的 那所以就说 在这里面你看得出来就说 民进党的那个特质就是 他没有什么党产 也不是讲究什么什么伦理 什么血统正确这一类的 也不叫没有家父长式的权威 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 接受民意的洗礼上来 可是国民党内的那个文化里头 为什么刚刚韦子讲 就说你们总团中是什么人 林毅士啊 我请问 如果他不叫林毅士的话 干得到总团长吗 他何德何能啊 我请问 那这里面难道跟血统没有关系吗 跟马英九 马主席的热爱他没有关系吗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包括有国民党 你们前发言人自己都讲 国民党内内部那种 家父长式的权威 还有你注意看哦 这几年来马金掌权之下 你看他青年团 他很喜欢用的是哪些人 就是我跟讲 中国官是通通一个模子出来 老头好看 老公围 老后看起来 俊男美女 看着尾巴 这样推上去 你不觉得是这样子吗 那这些年轻人很多人是 也许年轻人应该是很有理想的 但是当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训练 可是因为这个口才好 外貌外型家 那一下子得到很高的位置 拿到很高的薪水 那我请问你 很容易迷失 对 在这样文化之下 会不会很容易迷失 对 那其他那些同样努力的年轻人 那看在眼里头 会不会有人这个 如果说你自己 那些年轻人已经出头了 你自己喊着改革 结果自己又迷失 那当然别的那些同侪 或者说有一些人看不下去的 就会把东西爆料出来啊 又或者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人家说黄怡翔 大家这个名字 我如果说口译歌 这样你有想到吗 就蔡英文当选那一晚 这个口译歌也是一腔热血 然后从这个ABC那后回来 然后在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那担任口译做得非常的好 结果听说郭民党就有人很哀怨 听说也有人英文很好 但是咱们民进党已经做口译歌了 你怎么还在倒茶水 就苦无出头之日 苦无出头之日 因为没老闆 血统也没存在 没人存在 没人存在 没人这样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假的 我们就觉得讲说 你看成败论英雄 蔡英文钓嘛 他国际的时候当然中文他嘛 那你看 没钓进去那里人出头 我举例 南副主任 主任来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们也是找那一位的翻译 英国很好 外语很好 也是陪同啊 如果假设其实 正好那个人 觉得他算蛮抱怨的